大家好 还记得我吗 我叫林一鸣 英文叫做Moses Lim 那我想很多朋友如果记得我呢 就会想起当年在搞笑行动 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我的黑哦黑哦 我的头发有没有乱呢 记得吗 这些辗转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 那说到20多年前呢 时光飞逝 那到今天我已经是一位 70岁的老阿伯了 这些年来啊 人啊 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总是有起起落落了 那我们人的spare part呢 总是会慢慢慢慢的就 已经不重用了 所以呢 前大概有前两三年吧 我的这个spare part 就开始有kiko kiko kiko的声音了 那其中一个 其中一项呢 比较严重呢 就是呢 我就是去做一个心脏支架的一个手术 这个支架手术呢 就比较简单的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上啊 进去出来呢 大概是一两个星期呢 就已经是复原了 唉想不到啊 我就是与众不同了 我呢 不是这个一两个礼拜就好了 我竟然呢 可以拖到一两年啊 因为我的手术必须要从我的大腿 在这个放一个管子进去 结果呢手术做完之后呢 就伤到了一个动脉 那这个动脉呢 就破了一个缺口 然后这个缺口一破呢 就糟糕了 血液就流出来 形成一血流哦 那你想这个血流 如果你不去赶快切掉的话 它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就知道什么事情了 所以呢我就又进了医院 那进了医院 血流弄好之后呢 万万想不到呢 这个血流是清除的 但是啊 你们知道我伤口有多大吗 我告诉你 你每天喝咖啡喝茶 的那个杯的那个口呢 就是我伤口的口那么大 我竟然呢 每天那个血水啊 流个不停哦 一直流一直流啊 就因为这样呢 我住院 住的差不多有 两三个星期之久 那我就问医生说 医生啊 这伤口那么大哦 要怎么样才可以 癒合起来啊 他就笑笑对我说 乐观的话六个月 A观的话九个月 天啊九个月 不要说九个月 六个月我就没打喊了 所以呢我就 待在家里 好像坐在监牢这样的 这样一待 我就每天 在我的祷告中 我就说 哎呀神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弄我 哎 医生说六个月到九个月 哎呀求主你啊 帮助我啦 帮助我 结果呢 在两个半月后呢 医生说 哈 喝了啊 就是说那三口愈合哦 你想那么大的一个口径呢 愈合哦 两个半月啊 感谢赞美主 真的是祷告帮助了我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呢 虽然是三言两语讲完了 但是啊 哎呀你都不知道 这个过程呢实在太辛苦了 还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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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祷告啊 祷告之后呢 上帝听祷告 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时间哦 是按照他的时间 他的安排才完全的啊 好啦 我讲到那么多 我相信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刚才这边讲那边讲 那 我很想更了解多一点 要要知道更多更多更多 很简单 我们有个活动 叫做希望与你有业 就在5月17号到19号 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 你来了之后 你就会听到更多更多 你就会更满足 更舒服的了解到 原来是这样 对 记得来哦